國民黨一再操作二零二次大選 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今天電視政見會上 國民黨的侯友宜再度喊出反台獨 並且要民進黨賴清德公開放棄 台獨主張 賴清德反握侯友宜和柯文哲 難不成三個人是在選特首嗎 柯文哲則是認為兩岸應該要互相諒解 找出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案 藍綠白政見會交鋒兩岸路線 侯市長 你口口聲聲說要守護中華民國 卻又接受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一國兩制完全沒有中華民國的空間 你一次一次說 台灣一直是主權動力的國家 我們台灣不需要再選擇動力 既稱曾成功和隊員打招鬥的柯文哲 主張新的兩岸關係 其實我們都知道大家都各有困難之處 所以能不能在互相諒解的情形下 大家彼此找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柯主席 你平時公為真錯 你的兩岸一家親你化到大小聲 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 請問你如何走蔡英文總統的外交路線 近日柯主席批評國民黨本來就是紅的 趙少康緩批柯主席是親中加三級 你們是五十部校百部 和中等抗中不同軍營不同立場 中華民國線是兩岸政治上的護國神山 這場總統大選是戰爭跟和平的選擇 中國的眼中我們三人站在這裡參選總統 通通都是台獨 你們接不接受 如果你們接受這就是台獨 難不成你們是在選特首 總統大選攸關國家兩岸路線 藍綠從光譜兩端往中間游移 柯文哲則給出新的定義 即使昨天連進發 催俘不得